你看喔 我們的行政總統跟行政院長大部分都法律系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要找學者 要找企業界來做 企業界喔 過去包括您講 林信義有啦 可是企業界目前比較符合 看來郭台銘 企業家的 我還希望年紀小一點 我跟你講喔 當行政院長 還是體力要好 任人換得很快 跟佐馬燈一樣 像你心目中有沒有比較合適的行政院長的人選 譬如說 假設你當總統之後 有人說郭台銘也不錯 朱立倫也不錯 或民黨誰也不錯 你覺得說 誰是符合你像講的說 符合民眾黨理念的人選 第二個 過去那麼多行政院長啊 包括國民黨黨都執政過 對此的行政院長 你認為是過去啦 過去你認為是比較符合你的心中期待的格魁人選 我比較喜歡企業界的工作 企業界啊 我跟你講 那個是沒有當到行政院長 林信義有就覺得不錯啊 不過他只當到行政院副院長 我喜歡哪一類的 就是他企業界他是可以 可以用企業的精神來領導政府 其他的我們行政院長喔 老實講 這也是人家在抱怨就是說 你看喔 我們的總統跟行政院長 大部分都法律系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不要找學者 要找企業界來做 企業界喔 過去包括您講 林信義有啦 可是企業界目前比較符合看來的 國臺民 你是企業的嗎 不過我還是希望年紀小一點 我跟你說齁 當行政院長 還是體力要好 體力要好 我心目中比較標準像林信義那一種 林信義當初接阿扁的行政院副院長 他是經濟部長 後來當行政院副院長 像那一類比較好 原三子分農道就是他做的 尤錫坤的時候 如果他是包括從經濟部長 部長培養起來 你也不可能第一次說 你的行政院長就從企業界攔財 找找看啦 我倒覺得想想看 我比較非企業界人士 除了怎麼看兩個對手之外 郭台銘你現在有可能獨立參選 你說要併購 他們說最近關係比較微妙說 最近有跟他聯繫嗎 或有互動 我都不敢去找他 不敢找他 他打電話給我不敢接 最近不靠嗎 有啊 我看郭台銘 他不跟他講 他說要併購 我想說 哇你要併購 我現在怎麼接這電話 併購了 還有股權 還有併購 沒有啊 他就併購了 直接買掉的併購 他都有股權 這樣是說真的 你做貨這樣 我看了就嚇到 我不敢接電話 怕到不敢接電話 所以你看他 郭台銘是 第一個 他當然併購想跟你搭檔 第二個說 他有可能獨立參選嗎 他策略很多 他也很想併購國民黨 他是併購國民黨優先 第二個選下來併購民眾黨 第三個才自己獨立參選 為什麼在商場上是可以 商場的A計畫不行B計畫 可是政治上才是 這怪怪的 政治上才可以說 我今天買國民黨 國民黨不行 買民眾黨 民眾黨不行 我獨立參選 再看你們其他黨可以買 這是不是買股票的 商業上是對啦 政治上就是怪嘛 他怎麼不覺得 所以我很奇怪 我承認他是大老闆 但是政治上實在真的是太奇怪了 很奇怪 動作很奇怪 因為商業市也是一樣 他拿名單給我說 部分區立委推薦 我那時候挑高峰安 其他剩下六個 他又拿去民眾 那個親民黨又再督售一遍 這是很奇怪 哪有人 沒有 動作在商場上是對的 可是在我們看起來就很奇怪 你這樣說爆料他三名單給了 有啊 他擦給我 我就挑一個 我就挑高峰安 那你說說你怎麼挑高峰安 那叫稀有性 理工女是稀有性 我就挑這個 你也優秀啦 那我跟他interview也不錯 就挑這個 其他就退貨